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对我早上其实就会喝那个 后来其实早上偶尔就会喝那个 就当我不知道我可以喝什么的时候 当我本想喝某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选择坚果饮 因为早餐就是这样啊 你早餐你睡醒了之后 其实身体是需要一体的啦 有的人喝咖啡 有的人喝茶 有的人喝大量的水 然后大部分的人会喝豆浆跟牛奶 因为它就是一个早餐的一个形式 所以不喝咖啡不喝茶 然后我现在又对牛奶跟豆浆 涨气 对啊就有一点状况 我就只能我就选择了坚果饮 所以我早上其实是会喝坚果饮的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在推荐这个性人饮啊 其实他们之前一直有强迫我喝哦 但他都不一样 他没有办法强迫 要强迫立文张嘴太难了 没错我只要避超紧 但是因为每个我周遭的同事 因为大家推荐了 因为大家其实整箱在那边 大家都有在喝 那每个人很 有些人喝了 有些人是那种有冒险精神的 可是他们一开始也会有点抗拒 但他们喝了以后 每个人我听到的回馈都是颠覆了他们的想象 或是说他们很喜欢 既然还有人跟我说超爱 我说超爱 超爱啊我也超爱啊 我那天就在节目里讲啊 我好喜欢这种常温保存的 不用冲泡的 然后滋味清爽 因为很多人会讲说杏仁茶 都很高的 你知道吗 都这样 对 这就是我要 高高半透明 然后又有很强烈的这种刺激的味道 其实都冤枉杏仁了 对所以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鼓起了就是勇气 然后呢就把它打开 而且我还发现原来它很好看 我就不好聪明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 反过来转一圈就割破了 就可以把铝箔打开 然后我就闻到 当然你闻到一定会有那个香气 对 但是我喝下去之后 出乎我依赖之外 那个香气其实不见了 不是他印象中 经过晾饭店 经过菜市场 会香气久久不散 连在你身上的那种 不是那种妖魔鬼怪 那天毫无事急的营运长赵大方 是跟我讲了 他说这个香气 可以穿透五间店面 就如果它是香精的话 他说穿透五间 就是你还没有接近 这个卖杏仁茶 还是杏仁粉的摊味 隔着五个店面 你都可以闻到了 所以隔着五个店面 我们就会落荒而逃 落荒而逃 但是我喝下去之后 我说了 闻到有味道 但是香气其实有点 有点像稍纵即逝 对 对口之后 其实香气已经不见了 对 我留在嘴巴里面 其实就是我平常 就是那个 坚果啦 我平常会吃无调味坚果 对所以它留在我嘴巴 其实就是剩下 那个坚果的 少少的甜味 就是在我嘴巴 那其实你说 那种杏仁香气 其实真的已经就 就没了 它就剩下坚果的香 没有哦 其实是没有 我自己其实很意外啦 因为我其实从小 就很爱杏仁 即使是有杏仁香精的东西 我都很喜欢 因为小的时候 你没有吃过 菜市场卖的杏仁豆腐吗 我其实是长大的时候 才知道 就是小的时候 菜市场买的 其实是现在 有的菜市场 还看得到的 一块像是白色的 像是这种 洗碗海绵的 这种杏仁豆腐 它其实呢 不是豆腐 它其实是用 你知道像类似 吉利丁 还是类似像这种 寒天去 然后它里面 加的是牛奶 没有 它就是杏仁精 甚至于呢 在传统的食服里面 有人教做 这种杏仁豆腐 里面没有杏仁的成分 可是我小的时候 就很爱杏仁啊 然后小时候 我也很爱喝杏仁茶 然后长大之后 这种完完全全 真实的杏仁粉 充泡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从小 我就知道杏仁很养肺 而且杏仁可以美白 因为我自己就很白啊 我小的时候 就很喜欢吃这种 让我感到 还是说真实 让我会变白的食物 我就很趋近这些食物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杏仁在 尤其是现在秋天嘛 老实讲已经起风了 对 没有冷 没有冷 因为还是很热 可是因为起风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其实这个胃 你就想要暖暖的 冲泡一杯杏仁茶来喝 好舒服哦 更何况是这种 纯度很高的杏仁茶 我们上次其实邀请 林英信 国际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林英信 跟他的女儿Wendy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说 他们现在卖的这支杏仁粉的配方 已经传承了38年 我其实听起来很感动 我可以讲说 他不是纯的杏仁粉 因为他的杏仁粉里面 添加了松子 添加了奶粉 添加了 如果你选有甜的的话 因为他有分甜跟不甜 如果有你选甜的那一组的话 他其实还有加糖的成分 可是我自己其实喝起来 有一种 我不能讲怀旧 因为他的味道很好 我觉得有被抚慰的感觉 对啊 用心照顾的感觉 对啊 38年的这种味道 因为我觉得 像我在喝 我之前有 就是市面上的那些 建国影在喝这个 你就会发现 这个 有点像清清如水 的那种 我是说液态的那种感觉 不是说他的颜色 不是搁搁啦 然后我平常喝的那个 当然就是搁搁的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会搁搁的呢 勾芡啊 加了很多这种 泰塞粉还是什么的 对 其实你就会发现 两个差别 其实还蛮大的 差别蛮大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 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个我们其实 在推荐的就是 一包一包 很方便的杏仁粉 其实我们那天 我们那天在看他示范的时候 有点吓到 我本来以为要 咯咯咯 没有没有没有 他其实很容易冲泡 我本来很期待 收到这个声音 结果现场 收不到这个声音 我还把那个 麦克风拉大 还故意把它拉大声音 收不到那个声音 所以其实他就是 搅拌 很方便 因为他里面并不是 他里面并不是 电粉 所以很好搅拌 他就是 有脂度很高的 很好的杏仁粉 所以这是推荐给大家 其实标配就是 我这样讲标配就是杏仁粉 但是选配 选配一定要选这种 杏仁饮 杏仁饮 好像有人 其实是为了杏仁饮而来 他就先标配一个 然后就 买了很多杏仁饮 因为选配不限你 你要买多少 有些人就觉得 这种随身携带的 会非常方便 因为我也很心动 本来之前 我们家里都摆一箱 你知道我也很心动 因为这个喝起来实在太方便了 而且他常温保存 那我们这次推荐的 你都不用担心 他可以放到一年 有效效期到明年八月 没有问题 我相信时间还没有到 你就喝光光了 其实我喝的时候 我还先喝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放在冰箱 我直接都丢冰箱了啦 其实常温就可以了 其实常温就已经蛮 因为他有天然的坚果的甜味 其实还蛮服味的 那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如果真的天气比较热的话 其实喝起来也觉得很爽 很舒服 你知道推荐给大家好的东西 也推荐给大家 对自己身体好的东西 好不好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我真的没有想到 杏仁影打动了我们家丽文的心 他真的有天赋啦 我觉得应该要拿一巴 冲泡让丽文来喝才对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了这一段作为暖身哦 听众朋友 接下来哦 对他刚刚一直关掉 所以我把它按 我就录影了 我不按掉了 好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如果是超级美食家的铁粉 就知道大概有超过一百天左右 我都没有自己讲美食 全部都在做一个单纯的主持人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情还没有准备好 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 很多粉丝非常关心我 我早有po一些文章 大家都很认真叫我加油 所以呢 今天呢 有时间有空 来跟大家聊聊最近的心情 我不知道这段影片的标题要写什么 要写自从保湿妇离开之后 还是要写寡妇的新生活 你们会用寡妇这两个字吗 我不知道 这个两个字听起来很遥远 听起来很八股 可是我觉得我这段时间 听到的最劲爆的一句话 就是我有一个不太熟的朋友 前一阵子我们有碰头 他听到保师傅已经去世的消息 他忽然间问我 他说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 死了丈夫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他说日子变得很自由自在 我忽然间吓一跳 你知道因为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就想说你是有病吗 怎么会就是在安慰我吗 可是我仔细想一想 我们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话 可是并不是针对女性 是针对男性 对不对 男性人生有三爽 对不对 其中有一爽就是晚年死太太 死老婆 你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听过这样子吗 所以等于是我那个朋友在旁边 你知道就等于是他是很认真在跟我讨论说 你应该很高兴 你知道都没有负担 而且钱都是你一个人在花 就比如说他讲到了很多观点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自己其实有错位 我有错位思考 错位思考 那可是很快我又回到了我现在这个状态了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还处在一种悲伤 我已经脱离非常悲伤了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会在思考 思考就是说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远离悲伤 重新开始 那的确是要跟大家承认 并没有远离 因为有的时候 一阵风吹草动 你还是会被触动 那所以我今天呢 在录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家气质力文讲 我说等我开始哭了 你就开始讲话 你知道吗 我开始唱歌 对他就开始唱歌 然后帮我缓和一下情绪 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 不断的在聊这个杏仁粉 杏仁影 就不断的跟大家在聊林音信 我们这档跟大家推荐的东西 其实是作为一种心情的缓和 你知道就让我逐渐逐渐慢慢 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 老实讲呢 前几天是保师傅的白日 就他走了一百天 我其实没有在记录任何时间 因为我觉得自从他走了之后 时间就变很慢很慢 提醒我一百天的是一个粉丝 这个粉丝呢 他跟我讲说 保师傅几月几号就要一百天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在心里 就绕了一个日期 在我的心里 其实这段时间呢 我其实努力尝试做一些改变 的确是 就是当你最亲爱的另一半 提早离开你 因为我并不预期他66岁就会离开我 因为搞不好认为 我认为他70几岁 80几岁 90几岁 都会一直跟我在一起 好 搞不好我是这样预期的 那当他提早离开你的时候 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其实是很想写一本书啦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这个力气 因为呢老实讲呢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力气 我以前是一个好奇宝宝 看到什么我都会拼命问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呢 会充满了好奇心 会对很多事感兴趣 可是严格说起来 自从保师傅三月生病之后 一直到现在 我其实是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 还需要时间吧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我可能对吃都不感兴趣 因为我进到厨房 我就想哭 我上菜市场 我就想哭 甚至呢是去到我们最喜欢的搜狗百货 买苹果 我买一买我自己的整个人也傻在那里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啦 就比如说很多人就在讲说 瑞豪姐一走那么没用啊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认识保师傅之前 还有呢 为什么现在会变得这么软弱 好 我的确也有思考这个问题哦 然后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有一个电影 他有一句台词其实很有名 是一句英文啦 我不知道李文有没有听过 叫做You complete me 对不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当这个让你变得完美的人 离开了之后 你是否就变得不完美了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 OK 好 那我们后半了 来 三 二 我是王瑞豪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很高兴我今天鼓起勇气 跟听众朋友自己 跟听众朋友聊天 很久了对不对 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 都一直在等瑞豪姐自己讲一集美食 还是说在等瑞豪姐自己讲一集旅游 还是说在等瑞豪姐自己讲一集煮菜 烹饪 生活 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你们久等了 可是我觉得 很多人告诉我说日子要过还是要正常过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法是很消极的啦 我想 应该是讲说每一个人的旅程的长短不一样 保师傅呢 已经结束了在 此生在人世间的旅程 他进到了下一阶段了 然后我还没有 我甚至于前一阵子很开玩笑的说 我说保师傅已经登出了 登出了年轻听众朋友就听懂了 对不对 他已经登出了 对不对 重新登入 搞不好又是另外一种面貌 你其实并不知道 可是他就是登出了 登出了就是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归零了 就没有了 那当然有很多人要跟我argue 跟我吵架 他说 我的师傅哪里有归零 我的师傅什么东西都留下 你看现在的影片 还有听众朋友 保师傅走了之后 我又收了一大笔板税进来 就等于是 他没有归零 就比如说他的东西 他所流传的这些 不光是做菜 我们去吃喝玩乐的一些影片 他的影响力还在了 那我自己其实也一直都很相信 就是一个人 他是存在的 可是这个存在呢 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而存在 我觉得他的生命就会永远流传下去 他的精神也会一直在 那这个我是觉得保师傅是有做到 那可是对于我来讲呢 很多人就在说 热雕姐你怎么那么没用啊 他说你你你其实 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想说 我会不会废了 我整个人会不会因为保师傅的离去 而而废了 那我也的确在这段时间在耍废 我刚才有讲 我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吃东西也没有味道 然后呢我也没有说什么兴致勃勃要干嘛 我都没有 然后甚至于呢 在这段时间呢 我内心最常出现的一句话 就是干我屁事 听众朋友真的 我真的是很老实讲 发生任何事情 不光是我家人的事情 公事上的事情 还是有朋友来 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内心 大家都兴致勃勃啊 你知道要唤起我的兴趣 去吃饭也好 去玩也好 是怎样 老实讲 我内心浮出来的第一句话 永远都是干我屁事 因为我没有兴趣 我甚至觉得我从一个射牛 忽然间变成射恐 我有一天去坐捷运 我发现捷运上的人好多 我那个时候呢 我就很想哭 然后呢 我就赶快逃走 你知道 我就赶快逃离那个捷运车厢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 是从来都没有的 就是在那么多人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感到害怕 我甚至于感到孤独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都是一些人生的历程 因为以前其实没有遇到过 你其实用嘴巴讲很容易 就比如说你会讲说 哎呀 生饶病死是正常的啦 这都是正常的过程 可是当它一旦发生在你最亲爱的人的身上的时候 我只能讲说 他其实很痛 可是不苦 因为也有人跟我讲说 瑞瑶姐 离苦得乐啦 离苦得乐 我觉得人生不是苦 人生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段经历组成的 我只是很痛 如果再来一次 甚至还有人讲说 哎 再来一次不要做人哦 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宗教 尤其是这段时间 好多朋友都跑出来 都想尽办法要开导我 他说哎 下辈子不要做人就比较舒服 我想说 我觉得做人很好啊 有痛有苦 有悲欢离合 我觉得这样子的体验 其实都是很好的 只是要看你怎么样挺过去 保师傅走的时候 走了之后 老实讲 又有一些朋友告诉我 他说可以用一些方法 可以再跟保师傅联络 我那个时候我的回答就是 谢谢 谢谢再联络 谢谢再联络 就是不要再联络了 因为呢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很多人会说 你怎么会这么无情啊 你不想再看看保师傅 不想知道保师傅 是不是过得很好 我的回答是 我已经接受 他这一世 已经登出的事实 而且呢 我相信 如果他重新再回来 也不可能是他以前的样子 换句话讲 他不可能帮我削苹果了 对不对 不可能帮我做早餐了 然后也不可能跟我手牵手逛街了 就比如说我所期望的过去 都是不可能了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面对现实 好 然后呢 回到呢 刚刚这个问题 就是保师傅如果不在了 王若瑶会不会废掉了 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好紧张 怕王若瑶就废了 从此就废了 我觉得我是在耍废了 可是是不是会废这件事情 还存疑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还没有嫁给保师傅之前 我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我还没有嫁给保师傅之前 我是一个废物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啊 否则的话 为什么这个人离去 你就会变废物了呢 那我就在想 我在认识保师傅之前 我在报社做记者 而且是一个很 用功用力 你知道 要很奋斗 的一个社会人士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想25年前嘛 30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小主管 其实很认真哦 那个时候跑新闻 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 家事 甚至是自己生病的事 全部都排在后面 所以我自从认识保师傅之后 我家人的这个优先顺位 拉很高 你知道就重新调整跟排位 那可是现在我有必要 要认真冲事业吗 立文 你可以再创高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跟大家讲 所有的朋友 给我的回答都是这样 他说瑞瑶姐 我们期待你再创高峰 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讲 但是我其实 就是 其实就是 只要 维持 慵懒的 然后偶尔出来 工作的步调 就好了啦 对啊 还有听众朋友 你们现在听的是 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 你们其实现在听的不是吴淡如的幸福好时光 不是心灵鸡汤 不是心灵鸡汤 可是今天这一集非常心灵鸡汤 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在等 他们在等瑞瑶姐自己讲一集 有关于最近的心情 那因为呢 我也很想让一些粉丝放心 我知道有一些粉丝很不放心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也应该是我的粉丝吧 就是在生活中我碰到了一些人 这些人其实我不认识 可是他们对待我都小心翼翼 然后等到我回想 就等到我回到家想了一下 就说 诶 他应该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 你知道 他对我的态度 才会这么小心翼翼 比如说菜市场卖菜的 百货公司的销售人员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知道 我是王瑞瑶 我才死了丈夫 那所以呢 他们对待我的态度 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然后甚至于会给我很多很多建议 那所以呢 我今天呢 我讲出我自己的心情 也让关心我的一些粉丝 跟听众朋友 大家放心 好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昨天常给我很多奇运的照片 我知道 我等一下会讲 不要 你去把他讲完啦 好 我等一下讲 还有两段 还有两段哦 好 可以可以可以 你不然算Cue我现在 因为绷不住了 他还要Cue你 重点是 你每次在哭的时候 我想说 所以我现在讲话 所以我现在讲话 好 来 三 二 我是望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超级美食家啦 有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 我没有办法主持 超级美食家啦 因为我都食不滋味 然后呢 去吃东西呢 也都一个人 不知道要干嘛 淡淡然 对啦 还有那个卖面线的老板 我想说 奇怪啦 我去吃他的蜗阿米酸 他为什么对我 那么小心翼翼 然后还要跟我介绍 桌上的这些调味料 是什么 我事后才想起来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我是谁吧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 在我的身边浅浮 就比如说 我自己都在想说 就像我那天去菜市场 买世家 我最近 有两个水果 让我很旧熟 一个就是西瓜 一个就是世家 保世傅在世的时候 这两个水果 我们都很少吃 因为子很多 他很麻烦 他不喜欢吃麻烦的东西 我记得我第一次 买西瓜回家 我还把纸都挑掉 然后才切成一块块 放进这个保鲜盒里 所以保世傅走了之后 我开始爱上西瓜跟世家 我那天去买世家 我买了四个世家 我记得我买好了之后 那个卖世家的老板 从里面跑出来 跑到我的旁边 跟我讲说 你要记住 世家只要有一点点软 你就要冰在冰箱里 大概是今天下午 或者是明天早上 然后呢 然后之后 他居然跟我讲一句什么话 他说你一个人吃 你知道这样子才不会 全部熟 熟太快 然后我付了钱 我点点头 我就走了 走回家之后 我想说 他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吃 他是我的粉丝吗 我想他应该是我的粉丝吧 对不对 他通常一般 一个人不会直接被刺客 对啊 他居然 我回家 因为我最近其实反应有点慢 因为大家知道 反正我的这个精神状况 都停留在一个空间里 反正就是让他这样子 很熟 我回家的时候 在放世家的时候 我想说 他为什么知道我一个人吃 他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换句话讲 我想一想 他应该也是默默潜水 在旁边观察我的人 真的很谢谢大家 因为也是一样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不敢打扰我 就他买通了我们家的警卫 我也觉得很好玩 他会来问我们家警卫 我的状况怎样 会不会哭 然后呢 他也会问我们家警卫 我会不会很晚回家 就是他想办法 在不干扰我的状况之下 表达关心 反正不管怎么样 谢谢大家 我相信我在坐 计程车的时候也是 很多计程车司机 可能我一上车的时候 就认出是我了 然后有的时候 我就一直哭 然后会发出一些声音 我觉得大家也都很温柔 非常温柔 比如说地上的卫生纸 你知道 我甚至有一次 在下车的时候 我听到计程车司机 说王瑞瑶加油 我听到了计程车司机 在我下车的时候 叫我加油 所以我只能讲说 谢谢大家 我不知道能不能过关 可是我想我在过关的路上 好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 就是宝师傅一百天 过世一百天的那天 我终于梦到他回来了 那天我其实坐在 我们家的沙发上 看电视 然后呢 我就睡着了 因为我的生活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我做了什么改变 然后我睡着的时候呢 宝师傅自从走了之后 我从来没有梦过他 我就是忽然间一瞬间 感觉他坐在我的位置上 因为我坐在他的位置上 然后我就叫他 然后我就醒了 然后我就忽然间想起来 这是宝师傅去世的第一百天 他终于回来了 好 那很开心 好 我自己很高兴 因为我看他的状态也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呢 我在想 我的另外一半走了 我想要改变我的生活 然后因为 有一些东西是 宝师傅在的时候 我不会做 因为大家知道嘛 夫妻两个人生活 是要互相协调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他喜欢 还是说他不喜欢 大家其实都会尽量的 尽量为了对方 你会去做一些妥协 就像我们两个人 经常手牵手散步 可是宝师傅因为很胖 所以宝师傅走得很慢 可是呢 因为我的性子很急 我以前走路都一直拖着他 然后之后宝师傅就生气了 他说如果你要这样走路 那你就自己走好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 走路的时候 我跟他离很远 因为我走很快 我就离很远 他就被我抛在 那个后脑勺后面 很远很远 可是之后呢 我也妥协了 我就跟他慢慢慢慢散步 那可是呢 我自己很喜欢 速度感的东西 我记得我在20岁 18岁的那一年 我刚满18岁的那一年 就是我可以考 那个驾照 就是机车执照的时候 我几乎是 我的年纪一到 我就立刻去考 机车驾照 而且我骑的是野狼 125去考照 因为我好喜欢骑车 然后之后当然我开车了 就我很喜欢 有速度感的东西 可是因为宝师傅 不会骑车 宝师傅也不会开车 那所以呢 当宝师傅走掉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 我要去买一台机车 那那个时候呢 想买机车的目的是 假设我想要去吃 什么地方的美食 我咻一下就可以到了 所以我想要买一台机车 可是呢 那个时候呢 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如果你问我想要吃 哪一个地方的美食 我跟你的答案是没有 因为我完全没有胃口 我也完全不想去找美食 而且我觉得在我的眼里 也没有美食 因为呢 有个听众朋友讲 美食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美食的最高境界 其实不是食物本身 是要有好的这个器皿 然后呢 要有好的美食 美颜 美人 就是吃饭的时候 要有很好的氛围 最重要的是 你要跟对的人 你喜欢的人 一起吃饭 那所以呢 这段时间呢 想要买一台机车 可是之后想一想 我买机车要干嘛 我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了 不要讲说是食物 我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请问我要买机车干嘛呢 可是因为我对速度 还是有追求感 所以我开始跳上了U-bike 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好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U-bike 我今天都先讲奇云啦 因为其实U-bike 很多东西 对啊 好 那我先讲 好 没关系 奇云讲不完再讲 好 三 二 我是网人 也要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给我的新生活 居然是U-bike 听众朋友 有没有很意外 我也很意外 因为呢 我记得呢 U-bike那个时候是 法国男神卡卡 也是我一个好朋友 也是已经去天上的卡卡 卡又鸣 卡又鸣有一年 他说要带我去吃 全台北市 最好吃的甜甜圈 所以呢 那天呢 我们录完了节目之后 就跳上了U-bike 就骑到了敦北商圈 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奇怪了 我是台北市人 我从来没有骑过U-bike 你这个外国人 为什么骑U-bike 你知道 骑得这么好 而且呢 听众朋友 他们好会骑哦 全部都是骑巷子里 而且呢 都还大啦啦的逆巷 我记得那天 我就很吃惊 我说一个外国人 骑车带我违规 然后这样钻啊钻啊 你知道就钻到了敦北商圈 那所以呢 就段时间呢 我就想说 好了 我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了 否则的话 你不是在家里哭 你知道就是出去哭 你知道这心情很糟 你必须要有一个 振奋自己的一个力量 还是方向 就比如说 我们会讨论说 在我还没有嫁给保释复之前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记者 然后我是一个很用力的主管 可是我现在 我不需要为我的事业打拼 虽然好多人就说 了解 你要创造事业的第二高峰哦 就像刚才立文讲话一样 我其实老实讲 我听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软了 我已经快60了 我还要高峰吗 我现在应该是要摆烂才对吧 好 不管 反正呢 我就开始骑上了U-bike 而且呢 是 一开始是乱骑一通啦 然后之后我发现说 不行 我不能乱骑 因为台北市好热 听众朋友 我未来要骑U-bike 我去买了帽子 去买了袖套 我本来还要买几件运动裤啦 结果发现说 我怎么还没有开始 那个 达到新生活 你知道就已经花了一堆钱 好 然后之后呢 我就开始锁定目标 就是我想要认真的骑 而且呢 会觉得这是当一个 台北市的市民 的一个很大的福利 就是 其实台北市有很多福利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会运用 我要讲的是 保师傅走的 保师傅进到 马街医院的那一天 刚刚好是他过完生日 他刚好可以用老人卡的时候 保师傅那个时候 好期待可以用老人卡 好期待可以坐什么高铁啊 都可以半价坐公车都有点数 他本来非常期待 可是因为呢 他过了生日 3月7号8号就进医院 他没有使用过任何福利 他没有使用 我们都很认真缴税 可是我们没有使用过任何 你知道这方面的福利 所以呢 当我发现U-Bike之后 我想这是我的福利 这就是我的权利 对不对 听众朋友 你看我现在讲话好大声 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 你不要骑U-Bike 跟我占用人行道 好不好 对不对 人行道是人走的 可是当我跳上U-Bike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一种 设身处地的想法 否则以前你会很排斥 你知道这样子的交通工具 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很多鱼啊 然后可是我觉得现在不会 我觉得U-Bike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乐趣 今天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可是我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生活艺术大师齐云 这段时间都待在台湾 因为他都很全心全力 帮佛光山服务跟奉献 那所以呢 这段时间他待在台湾的时候 我早上都骑车去找他 因为他都叫我去他家吃早餐 我这个今天一定要教大家 那天齐云带我去逛市场 逛一半的时候 他忽然间问我说 你明天早上想不想吃处女巡米糕 听众朋友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早餐哦 他说对啊 为什么不可以 他说 平江市场有两摊 卖螃蟹的 他说你要 我现在就去买处女巡 明天早上就蒸米糕给你吃 真的去买了一只处女巡 而且呢 处女巡要怎么挑 要挑身体厚的 不是大只的 我那个时候 我挑螃蟹都是挑那个顽皮的 就是越活动力越强的 那个螃蟹我就会挑 其他说 第一这是错的 第一 挑螃蟹一定要挑厚 厚身 厚身的才对 然后呢 隔天早上我去他的家里 真的就有 好大 因为他那只螃蟹七八百块哦 他买了一只就专门蒸给我吃 然后呢 他这个米糕 就是他的糯米 在前一天呢 先用麻油鸡汤泡 泡完之后再蒸 蒸的时候又加一点桂圆 然后呢 再把这个处女巡放上去 然后所以这个处女巡的这个汁液哦 就流到这个糯米里面 天哪 好香 好好吃哦 然后呢 还有一些酒气 我只能讲说 我在奇云家 我在奇云家吃了好多顿早餐 然后都是骑车 很认真 早上起来就从我们家 一直骑到奇云他家去 然后呢 每次去吃早餐 都有好多期待 除了这个之外呢 奇云还教会我 所谓的早餐的养生 我去他家的时候呢 他准备了水果 叫我先吃水果 而且他非常鼓励我 空腹的时候 要吃香蕉 因为呢 在保师傅去世的这段时间呢 听众朋友 我真的好惨哦 我觉得我去菜市场 买苹果都被骗 明明呢 就比如说我的生活的这些技能 完全丢掉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生活 那因为这都是一时的啦 因为打击真的太大了 那可是呢 我被这个卖水果的摊贩 骗了两次之后 我终于振奋起来了 你知道 就是你不要被骗我了 这些水果并不新鲜好吗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因为呢 要继续在下一次 在我个人 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 我的U-Bike新生活 哎 标题可以写什么吗 我的U-Bike新生活吗 好了 谢谢听众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